土耳其外长恰伍时奥卢 周五7月29日 在伊斯坦布尔会见了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根据土耳其外交部发布的一份声明 在会议期间 包括乌克兰最新势态发展在内的地区问题 与双边关系一起被列为议程的重点 梅德·维杰夫访问乌克兰之际 俄罗斯和乌克兰上星期同意解除黑海港口谷物出口的封锁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黑海港口一直受到俄罗斯袭击的威胁 这项在土耳其达成的协议 是这场冲突的首个外交突破 由于预期供应将增加 本周亚洲黑海小麦的报价出现下滑 请不吝点赞经订阅 他们消娘惡之一 这次请不吝点赞ーデ報仙